我們今次講一些比較熱門的話題 有多熱門? 熱門近期香港最多是是非非的就是佛門 佛門很多醜聞都出來了 我也相信是 因為我有朋友已經告訴我 他之前是很久前去佛門 他們喜歡入廟住幾天 因為他去佛心 那些好像百關齋戒那些 沒錯 我也做過 他說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已經見過佛門前去佛門 他見到他們晚上在後面 在打邊爐吃肉 不是吧 十幾年前已經見到嗎 對 他說他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可以說什麼妙 誰妙 他說過 不是呀 是在大陸的 大陸當然啦 大陸十間有九間都是這樣 其實他就免得說出來 當年 他就免得被人覺得 你是不是傻啊 你怎麼亂去 你有欲這個佛門 亂說話 他就一直都沒有說 直至到現在 你學你所說的 這個熱門話題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出來 其實十幾年前我已經見到這些東西 這樣 那其實呢 再看回最近這些報道 還有一些新聞呢 越看越多 還有現在網上最Hit的 還有最紅的 關於佛門的那些 一個鬥士呢 就是阿翁小姐啦 大家也知道啦 阿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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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置嘛 令到我們香港人 很多人知道 原來香港的佛教 現在所有的很多的妙語 其實都是出了問題 最慘的就是 拿了我們的同情心 拿了我們的善心 所捐獻的錢 他們去哪袋的錢原來 原來是落了自己的袋 是不是 周遊列國啦 坐頭等啦 是啦 最離譜就是 你搞男女關係啦 例如你出家人 沒有人強迫你去出家的 是不是 假結婚啦 你自己願意去出家 你能出家的 你一定要守戒啦 是 是吧 你龜三寶的 一定要守戒條啦 你做個真人 你這麼容易 你要守這個比丘戒 戒條裡面守很多 先你要守這個 五戒 八戒 然後到比丘戒 菩薩戒 你很難才能守這些戒 你去到這個層次 你還可以犯這個戒 其實我覺得是很離譜啦 我覺得是太離譜啦 是 還有呢 再深入聽翁小姐那邊說 原來很多東西 已經牽涉到什麼 黑社會深入 深入佛門 控制佛門 這件事是跟現在全香港有關的那些殯儀業 都是差不多 殯儀業其實已經是很多 我想很多街資學民都知道的啦 這些行業都是很多人插手下去做的 我猜不到佛門也是的 我自己都很留意這些事情 但都猜不到佛門會這麼多這些 這一類型的事情 我們看到寶蓮子這件事都知道啦 操控寶蓮子那個財務的就是那些方丈 或者那些管事的人 然後他可以在他的戶口裡拿錢出來 然後把錢然後再過回 再轉回到大陸的戶口裡 還有呢 在大陸原來有一些公司 註冊公司 是跟他有關聯 是跟那些賺錢上的人有關聯 就是說你知道他背後原來有一個很大的組織 是跟他們有聯繫啦 既然有一個這麼大的組織聯繫 那其實是不是背後會有人去控制所有 香港所有的寺廟上的東西 是吧 那些事情很恐怖 是 那些事情真的很恐怖 寺廟所有的錢是怎樣來的 就是我們的善信 或者相信佛教 或者是我們發心 或者有些是捐獻 或者是給他們做超渡 或者做法事的錢來的 其實所有的宗教 他們的收入來源 大多數都是打齋超渡 他才賺得多 好像在報章裡面也有說 打一場齋 即是說寶蓮子 收的費用兩萬元 一場齋收兩萬元 是一場什麼齋來的 超渡 超渡的法事就是兩萬元 收入的原來都是很重要的 那好了 管理收入的人 通常是方丈的 廟宇主持人 或者是副主持人 或者是理事 那些是幾個內閣的人才可以管理到 所以很多人都是要千方百計都要上到那些位 或者埋到他們身 入到他們的團體 他們才可以有利益 才有利益 所以說 進不了他們身邊的人 或者阻礙他們的人 那些人就是阻礙他們發財 當然 他們一定會踢你走 或者用方法去踢你走 是 變成這裡 這裡其實呢 引申了很多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就變成了其實 有一樣 是發生了出來 在香港裡面 在03年的時間 已經是暴露了一些初刑出來的 就是怎樣呢 在芙蓉山 芙蓉山是誰 荃灣芙蓉山 有一間叫東林念佛堂 就怎樣發生了 有兩個高僧被人殺死了 有沒有聽過和尚被殺死 在廟裡面 其實和尚已經與世無爭了 為什麼會被殺害呢 那時候是2003年發生 沒有想到這麼多上的事情 現在回到現在 因為香港保連知這件事 這件佛教醜聞 一直暴露了所有 暴露寺廟上背後 所有我們見不到的事情 原來是跟一些利益上 這麼大關聯上的事情 我現在想回到 這件案 原來就是有關系 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樣正在 背後 或者想操控這個廟宇的人 那些人做事 你聽一下 現在我講回這件案 然後我找回這次資料 你知道這件事 都幾嚴重 怎樣嚴重呢 就是這兩個高僧 在廟宇裡面被殺死了 還有被殺死的手法 是很殘忍的 很殘忍的 我慢慢講給你 報道是這樣 其實那些案件發生在03年 10月11日 當時 案件發生的時間 在早上的8點多 被人揭發 揭發的是一個維修工人 一個二十多歲的維修工人 去到廟宇裡 東林國去做一些維修的事 去到上去的時間 就看到有兩具屍體 一個屍體在禪房 在佛堂走去走廊的中間樓梯 樓梯底裡 有一條屍體 有一個和尚就躺在那裡 接著呢 距離大約30呎以外的廁所裡面 也有一個和尚死了 但我的問題 在廟宇裡的和尚 他們很早起床做祖課 是啦 為何會沒有人報警的呢 是啦 好啦 這個問題非常好 好了 死了 我們一邊說一句話 你可能會知道 這個其實 有兩個在裡面 第一個死者是副主持 他八十多歲的 這個副主持呢 就叫做果宗法師 嗯 另外一個呢 死的那個呢 就是呢 就是由副主持 在台灣請回來 最近請回來 一年左右的 啊 去年一年之前呢 請回來的 這個法師呢 叫做大隱法師 就五十幾歲的 那他們死的時間是怎樣呢 那他們死的時間是怎樣呢 就是原來呢 你等一會兒先 好 第一個 果宗法師 那麼呢 他就倒閉了在 在他的 在這個 正如所說的走廊那裏 去佛堂的走廊那裏 那他呢 那他呢 屍體呢 就被一塊三呎 成六呎的木板 壓住了 然後呢 就四個沙包 在這個木板 放在木板上面 即是摘住它 是的 摘住它了 然後呢 滿身傷口 他胸口 中了刀 心口中了刀 頭部被硬物 襲擊過 即是被硬物襲擊過 導致頭骨出裂裂痕 眼就傷了 瘀了 手腳 就被人斬傷 相信呢 被人斬的時候 反抗 用手擋 然後呢 就 這樣被人打死了 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是捱不住的 是捱不住 可能中刀那刀 胸口那刀就插死它 嗯 那麼他呢 就在他身旁那裏 有一個翻刀 翻刀 翻刀是否就是 坐地的那些 坐地的翻刀 有一個翻刀在那裏 嗯 然後呢 在他的 由他房間 到他服屍的位置 在走廊裡 是有一條血路的 即是說呢 他是在房間裡 被人遇害 懷疑 被人拖出來走廊裡 嗯 他遇害的地方應該是房間 這是第一個 嗯 第二個呢 就是大人法師 即是五十幾歲的那個 那他呢 被人發現到 他在廁所 他 頭就向馬桶 腳就向門口 那發現的時候 胸口 仍然插住 一把刀 嗯 六七寸長的 生果刀插在那裏 除了胸口 左手邊 刀在那裏 接著呢 有個痕呢 就是向環 向環拖 向環拖 即是將他插進去心臟 然後再拖一刀 有個傷痕 一定要他死 一定要死 一定要死 這樣插進去 還要向環一刀 拖下去 一定要死 你看這些手法很凶殘 嗯 然後 即是一定要把心臟 肺全部拖開了 還有當時他兩手有受傷 有刀傷 即是說證明他當時曾經有個激烈反抗 嗯 很多傷勢在手上 因為年輕一點 當然會擋他 嗯 後來呢 法醫官呢 就估計兩個人在死的時間 就是兩日之前 一日之前的 凌晨的兩點鐘 凌晨的時間至兩點鐘這段時間 這麼巧呢 其中一個法師就是 大陣法師 他在他的房間裏面 就有個鬧鐘 就是教了兩點十五分 兩點十五分就會響 凌晨 凌晨 原來呢 聽他其他表裏面的和尚說 他每一朝的兩點十五分 就起床做早課 做功課 他常慣每天都會這樣做 那即是說呢 在這段時間 那個鬧鐘還沒響之前 被人殺死了 這段 這件案子就交給新加南循環去查 那我想一下 如果一個 兩個僧人 做到和尚與世無僧的 原來是這麼大年紀 一個這麼大年紀 但是他們的位置就是一個副主持 一個就是和尚 一個就是幫手和尚 這兩個和尚死了之後 之後有很多人就在廟宇裡其他的和尚 有些人暴露了消息出來 就是說 阻止人家發財 所以被人殺死 阻止人家發財 發什麼財 這個苗語 有什麼錢 現在到今時今日 我們現在知道 超渡 打渣超渡的錢 是很厲害的 善信所捐的錢 是很厲害的 其實這個是很大數目的錢 所以其實背後要殺他的人 其實就是可能操控一些苗語 或者另外一些人想坐他的位置 深眸不貴的人 然後想拿這些利益 然後想動手 但是如果是出家人動手 它是不可能的 怎麼可以動手呢 匪而所思 但是這是一個謎 到現在還沒破到的案 到現在還沒破到的 我經常想這件事 哇 去到用這麼殘忍的手法 一定是請人去做這些 是 請人去做 就是說現在 其實就是說 一個廟宇裡面 那個利益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 都會去謀著這個利益 所以每一年 或者他們每 我不知道那些廟宇 他們現在不是投標的 嗯 永遠中標都是那幫人 那他們 就是我不懂說 為什麼 去運了一個廟 OK 要投標這麼大的資金 投資下去 都還有這麼多人投標 我就知道 可能是 一個賺錢的地方來 我們說道教尾 那些一定是 去到佛教尾 都是這樣 佛教已經是 因為佛家和道教不同 是 佛家你守很多戒律 但是道教比較深入民心 就是很多不同的形式 需要守的戒律沒有那麼多 沒有佛教那麼多 如果在佛教裡面 現在都出現了這些問題 其實 我相信其實 好像揭發寶蓮子 之後背後 可能有些黑社會滲入的話 其實我相信的 嗯 為什麼相信呢 因為我之前以前 聽過有些黑社會的人 就說 對一些廟宇 是很有興趣 為什麼呢 廟宇呢 因為他們想在那些地方 建這個什麼呢 建這個骨灰塔 骨灰位 嗯 如果是投到一個廟 他能夠拿到利益的話 可以在廟裡建很多骨灰位 骨灰位 你知道要賺很多很多錢 可以 是吧 如果還要在廟宇裡 哇 有這麼好的配合 當然 不得了 一定賣得了 和尚跟你 24小時中驚 所以這一塊 他們在這一群人裡面 覺得是肥豬肉 所以 以前我都聽過 在荃灣很多的廟 有些廟 有很多小廟 在荃灣 像芳蓉山 或者其他地方 很多人都打這些主意 都會上去上面 會談 找他們的師傅來談 很多時候有 以前都有 但是沒有說 好像這件事這麼明顯 真的要去到 殺死人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背後的利益 可能在這間廟宇裡 已經有人插了手 如果我估計 可能有些牽涉到 一些黑社會的人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這些 用這麼殘忍的手法 去殺死兩個 老人家 還要 這兩個 不是普通位置 你想想 我們可以計算到 推算到 它的位置是可以操控 這些錢收入的 因為副主持 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廟宇本身的大主持 年紀大了 他就不在廟宇裡住 走了 走了 去了外面 去跑馬地 不知道一個親戚 總之在跑馬地 退休休養 通常寺廟的主持人都會在廟宇裡住 就是過餘生的 到餘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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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會走 我心裡想想 咦 當然那個主持已經 或者有人嚇他 或者自己看到一些東西 咦 覺得不對勁了 早點不要在廟宇裡 不理 走 所以他就逃過了 正主持不在 是否由副主持主 無話事 話事了整個廟宇裡 當他控制了所有 或者有人和他聊 一些關於錢人上的事情 他就不跟其他人的心意一樣 或者是不適合他們的心意 或者是做的方法 不是他們所想的事情 別人覺得你真的妨礙發達 別人就會殺你 殺你 殺你 我相信你這樣 你說是嗎 我也覺得是 但是你想想想 連警察都沒有人敢報 我不相信那天早上 這兩個老人家 我想是在凌晨時分 就是在入黑的時候被人殺害 你知道的 佛門弟子是很早起床做祖課的 連一個寄工 就是裝修工人都可以發現到 我不相信廟宇裡的和尚 沒有人看到他們的存在 沒錯 的受害 為何沒有人敢報警 這裡 新聞說 整間寺廟有十個長住法師 在那裡住 還有六個居士 在主要裡面打電 即是有十幾人 沒有人聽不到 十幾人在那裡住 就算你聽不到 你第二天早上 喂 監獄有多大 是的 那些是主要通道來的 在一個閒房外面 是的 那我不相信沒有人見到 沒錯 沒有人敢報警 連警察都不敢報 你說多糟糕 即是他們見到 真的動手殺人 還敢出來幫忙 報警 做都不敢做 真的害怕 是的 那現在這間廟 你知不知道他們現在 還有沒有主持在那裡 夠膽 這裏我們沒有去 沒有去再研究 沒有去再問這件事 但這裏反映到 其實背後 原來背後 真的有人操控 是一些 一定不是本身是 和想 或者真是出家人的人 去做這件事 這一班一定不是出家人 一定是一些 牟利的 或者商人 其他黑社會 所有人做的 我深信 我深信 一定是這樣 但到今次這樣 會不會報到我 實在太可惜 看不到我 這些看哪個婆 沒有人證 沒有人看到 除非他真的有 那些子民留下 在現場 如果留下了現場 他打算殺人 通常這些都是 高手 不會留下任何線索 一定是所有的 你看行兇手法 那麼殘忍的 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一定是 就是殺人 當是殺雞 湯隻雞 那麼簡單 湯條魚那麼簡單 那麼現在這間廟 其實是不是一些 應該還仍然有經營 香火鼎盛的廟 不是 如果在芙蓉山那邊 不是那些不屬於 芙蓉山最出名的 就是竹林禅院 就是拜四面佛 有個四面佛拜的 竹林禅院已經比較出名 傳灣那邊 除了這邊 接著到西方寺 因為東寶陀 那邊 這邊沒有 所以這樣 是 最近 參加一個 又講另外一件 關於佛門的事情 參加一個朋友的喪禮 有朋友 他老公就 走了 走了 很年輕 40歲都不夠 就走了 那晚就去上鄉 他們就搞什麼 搞一個 不是用道教儀式的 超渡 用佛教儀式超渡 跟著 就跟那個朋友說 做佛教 他本身就不是信佛教 他說 我先生知道 生前的家人都是信佛教 請了一些 我以為他是請佛堂那些 佛教那些團體幫他做 他說不是 原來是找 一間殯儀公司幫他找的 那他其實 那裡是有一個 另外有一個同事 就有份幫他助念 那通常 好了 他們就會找一個 正式的法師 然後帶著一班人 然後就會去做一個 法事超渡 但如果一般正常情況之下 如果外面找些妙語的 他會有一個 也是有法師 或者全部都是居士 然後才跟他做的 那當中原來知道 這個法師本身是出家人 然後帶著那些 原來有些人 有些朋友說 這個好像不是 他不是出家人 又不是什麼 原來有些人 原來做政職就是專門做助念 職業助念師 這個名字 非常貼切 等於我們做藍和 像我們道教那些 藍和那些 好了 引申了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全部人要穿青海的 什麼叫青海 就是那件衣服 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是黑色 那些是居士穿的衣服 如果和尚出家人 比丘要穿的不同顏色 像橘橘橘色 如果是受戒 另外又會有一個 啡色的 袍 搭著一個扣 那些叫受戒 受戒 受戒是受五戒 如果做一個超渡工作 或者做一個超渡在壇裡面 佛教要求一定是出家人做的 最好就是出家一個憎人 如果不能夠全部都是憎人 起碼都要帶一些什麼呢? 居士要歸醫了三寶的人才做 原因是什麼呢? 你歸醫了三寶先 你才是屬於佛教徒 為什麼? 因為你開壇做事的時間 你是不是要擺一些佛像的東西? 你演法所做的佛經 你念了重經 是佛陀裡面所傳下來的法 佛陀的法是佛 他傳下來就是法 傳法的人就是憎 所以佛教裡面 你一定要歸醫三寶 佛法爭 你才能夠去演你的法 才能夠去做你所有的事情 才能夠合乎法道 你很喜歡做警察的 但是你還沒有派遞 你沒有資格 你不是真正的警察 我穿到警察制服 我出去街上 你不能夠執行你的職務 你不是真警察 你沒有牌 沒有牌 那你怎麼可以行駛你的職務 你只不過是穿件衣服 你做不到事情 但是當作演員 演員 演員 如果你做醫生 很多是假醫生 我們看到在醫院裏 有人穿著袍子 當是醫生 原來不是醫生 是神經病 但是穿著袍子 就以為醫生不是 你做醫生起碼要考試 做每一個行業 每一個職業 每一個部 每一個位置 你都要經過考核 或者經過認證 道教都需要歸醫 你才叫道教徒 才可以上台做法事 現在所有 譬如我們在辦喪事 整一派所有的 全部都要歸醫 你不是法教徒 你歸醫 你不跟師傅 你怎麼可以上台做法事 師傅傳你法 你學了所有經咒所 才會師傅帶你出去做事 那你現在講的是南無 南無 我講道士 好了 佛教徒也是一樣 佛教 如果你是沒有歸醫 不是一個正式佛教徒 你是可以做助念 沒錯 不過 是沒有力的 你明白不明白的意思嗎 就是行使的法 出來 不到 是 但有沒有幫助呢 一點點 對 我們叫做吳如法 助念 其實可以 比如我們家人 有人割身 我們親人可以在家裡助念 是 可以的 其實他都可以收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 去幫別人 然後在法會 超渡別人的時間 你就不行了 你幫別人超渡別人 你沒有資格 我們自己助念就可以了 如果你去超渡別人 你一定是一個法師 或者佛教徒 最低限度你是居士 這句話是一個聖言法師說的 聖言法師說的 聖言法師說的 你做一個佛教徒 最基本 如果你做超渡法師都好 因為台灣 因為聖言法師是台灣裡面 發股山創辦人 你知不知道 發股山 台灣很出名 發股山 他就創辦發股山出來的 聖言法師 他以前出家的時間都是 他說我做很多很多超渡 齋召的 不是做很多超渡的 他在大陸的時候出家的 出家那頭幾年 不停做打齋 超渡 沒有去修法 沒有去修任何東西 師傅那時候教他 每天都是做這些 因為這些是收入來源 一間廟收入是靠這些 否則你維持不了 他以前頭兩年 不停做這些 他覺得是做一個真人 或者做一個真真正的真人 一定要去收經典裡面的東西 去修行 然後去幫人 去導護人 導化人 才是正確的方法 但不是只顧著超渡 所以他跟著去講講講 因為有很多人 在台灣 你剛才所說 很多人做這個職業 叫做什麼 你形容怎樣 職業 那個 助練師 助練師 在台灣很多 所以有些人問 聖言法師 他說如果這樣做職業助練師 你如不如法 其實是對不對的呢 他就做了一個開示 開示就說 可以做 不過你一定要歸於佛教 你是一個佛教徒 歸於佛教 怎麼為之叫做自己是一個佛教徒 即是守齋呀 不結婚呀 才為之一個佛教徒 還是我平時唸佛 我聲稱自己是拜佛的人 已經是佛教徒呢 金師傅 這個問題 有些人認為 我只是信佛 我誠心誠意 我唸佛的 很多經典上的東西 我都可以在經典上學到 其實我不需要歸意 我都可以尋求到這件事 其實原來不是的 因為第一樣 佛教經典由誰傳下來呢 是由佛 是由佛 是由佛所宣洩的 講佛的經典的時間 由他的徒弟 然後寫出來 寫出來 然後是由他的徒弟所講的 然後 就將這些所有所講出來 然後集譯成篇 成為佛經典 然後由僧人宣傳出來 弘揚出去 所以他中間的過程 一定要經過佛 即是佛 佛就是有 釋加茉莉佛 所演發演說的時間 變成一種經典 由出家徒弟 他當時認成的時間 是由他一班出家徒弟 幫他集合所有所講的經典 好了 然後宣法都是由他這些大弟子 弟子們 全部將佛的經典 然後宣揚出去 去傳法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流程 一個佛 一個法 一個爭 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他的精術一定要 這三樣東西 結合了 你要尊重佛 尊重法 尊重爭 才是屬一個佛教徒 是 這個是我們叫做 追溯你自己的根源 根本是你 所以呢 一定要歸醫了 然後呢 菩薩 才會承認你 才會承認你 就是上面承認你 不是說人間裏面 因為你去歸醫的時間 你有個傳法師 你在佛菩薩裏面 你要監製你的 你要在菩薩面前 你要許下誓言 不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殺身 不可以做什麼 基本的第一屆 你不可以殺身 然後他傳了法給你 即使說這個師父 就是你傳法師父 然後將法物傳給你 你已經在我門下了 在菩薩面前裏面 然後經過菩薩的認證 你就是佛弟子 就是這樣一個 所以任何宗教 你都要通過 譬如你想做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你是不是要經過洗禮 如果不洗禮 信不信不信這些教徒 當然不屬於 你懂得說 不屬於 即使說 所有宗教都一定要經過這個禮 這個禮節 才屬於宗教的門徒 所以如果你不去歸衣三保 你何履基的佛教徒 很簡單 我不用理 我都不是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徒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 你不是那個教徒 你行使的法 即是我現在不是天主教徒 我去讀你的經 或者其他東西有沒有用 我懂得讀 我可能很理解你裡面的東西 我精通你裡面 聖經裡面所說的東西 但你可以像牧師那樣傳法 不可以 是嗎 如果我站上去傳法 行不行 當然不行 我是學者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那個教徒 你沒有做到 所以 如果在扮演這個超導的時間 其實是很大問題 很大問題 總括來說 金師傅剛剛想說的 以上的事情 就是 助念這件事 你怎樣看 有些坊間很多人就說 他是兼職 他覺得 他沒有收錢 他不收錢 他是覺得 這是公德 幫一些已過身的先人 去念經 念咒 讓他們做法事 讓他們一路好走 讓他們容易往生 其實他是一種功德 但原來 他們做這種功德 這個先人是否接收到 其實 力量是非常小的 力量是有限 不過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發心 總要去參與這個超導 或者是助念 叫做助念 超導不可能 超導一定是法師才可以做 是 如果你不是法師 或者是出居士 你不可以做超導這件事 是 你是不愚法 你做助念是可以的 助念的時間 但是 這一次的助念 一毛錢都不可以收 是 鬥靈都不可以收 那你就真的幫了別人做善事 整個過程裏 一毛錢都不可以收 這樣才是可以 是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真的去幫別人了 做善事了 連一個吉爾都不可以收 吉爾無關 吉爾無關 吉爾是一種象徵式 令你不會有什麼充犯 給你一個喜慶事 是 意思是一封禮事都不要收 是 可能背後的人 哎呀你和我做了一樣 給你一封禮事 來一封禮事 來一封禮事 原來沒有收錢 不可以收錢 不可以收錢 可以幫助 就是一個功德 是一個聖言法師說的 他說你真是想去幫別人做些助典 不可以收任何任何費用 那你就真的去幫人了 那些職業 真正善事 那些職業助典師就不行了 那先人就收不到 收不到 收不到 完全沒有功德 也沒有功效 幫不到你 是 主要就是這件事 那我就剛剛想起 有一個朋友 他呢 他遇到我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個 發生在他爸爸身上的 個案 他爸爸已經過了身 在2017年的 大約7月左右 那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過Facebook嗎 我爸爸走了 這樣說 那我跟他就說 他講回問米的 他就問我有沒有些 問米師介紹給他 我說 不要做這件事 那些無端端問什麼米 走了就走了 他說我的心很掛念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爸爸 就是他爸爸自殺死了 然後我就說 我聽到你媽媽 原來你是你爸爸 那我問他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了一個故事 給我聽 他爸爸是做工程的頭 其實差不多 還有幾個月就退休了 他說不知為什麼 就近退休的時候 公司就迫他提早退休 因為關乎於有些project的問題 很多人就想接手做這個project 就覺得這就是退休的 做了一半不一半 就強行逼他退休 其實他很不開心 覺得幫了這間公司這麼多年 只差了幾個月 你都不讓我做他 逼他提早退休 其實不要說退休金 但是一個人退休的時候 他會覺得 原來我自己變了一個廢人 過不了自己的關口 那 提早退休 然後我就問他 會不會因為這個問題 就影響了你爸爸的心理 所以就搞到他自殺 他說不是 他說不是 我爸爸是一個樂觀的人 從來都沒有覺得他 為了被人提早退休 會搞到會自殺 他那天還好地地 他住在美孚 他爸爸媽媽住在美孚 他就問 他那天就跟他媽媽說 喂 富林酒樓吃飯了 我們有些計算 不如去用這些計算 然後他爸爸還回答他媽媽 不要了 都快要退休 退休的時候 真的要省點洗 我們兩個又不是很餓 吃碗粉就算了 吃碗粉就在公園走 走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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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收拾好袋子 因為第二天還說 要上一些安全的課程 收拾好袋子 收拾好文件 到第二天上課 上課了 當晚他們很早睡覺 睡到晚上凌晨三點多的時候 我朋友的弟弟 他房間靠近這個露台 突然間 不知為何那天那麼醒睡 睡覺聽到 啵聲 他弟弟就彈醒 看一看窗 看到有人跳樓 又看到有人踏進去 然後他突然很想 馬上走到他媽的房間 和爸爸的房間 問他媽媽 他說 阿爸呢 然後他媽媽說 阿爸不見了 然後就馬上去看窗 看見那個身形 像他爸爸 然後馬上跑到街上看 跑到街上看 看到自己的爸爸已經 跌了下去 跳樓 馬上打電話 叫他車 馬上叫他姐姐 就是我朋友 說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朋友 老公是當警察 就叫他 叫他 你不要看 我很明白你的心態 你很想見你爸爸最後一面 但不是這樣看 他說 如果你這樣看一眼 這個陰影 是永遠的 是永遠一世 你永遠都會記住那一刻 你會更加痛苦 他不聽 你給我看 如果我沒有看到的話 我會後悔一輩子 他弟弟一定看錯 因為他報警 他不聽話 看完之後 他經常想起這個景象 就不開心 於是他 他走去問米 問米的過程 他問了什麼 因為他知道他爸爸自殺 就打了很多場劇 給他 然後他爸爸跟他說 我什麼都收不到 為什麼 打了很多場劇 都收不到 我什麼都收不到 他就問我 究竟這些問米 信不信得過 會不會不准不靈 然後我回答不到你 沒有什麼可以證明 對 我沒有什麼證明 第一 你問那個 我又不知道誰 就算我知道誰 我都沒有能力 去告訴你 他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然後他還有 問米婆 還說了一件事